好 贴的时候有个宽度 那等一下你就是注意看一下 在横画的起笔完之后 老师怎么把他那个抬头的 那个凹凹的那个幅度曲线做出来 那个你手稍微放轻一下 你的手肘微微上停 就可以呈现 好 看一下 这个放在最中间 点回 贴 这一笔 直 往外一点点 提贴 然后呢 在他的 约瑞一半的地方 一半 贴 好 向右 有没有看到这里 粗跟细 约瑞也是他的一半 一半 贴 提 贴 点 这个顶看起来它是这样 好 字不需要写大 但是笔画很饱满 他这一本帖 也有几个笔画我到现在不会写 好 所以等一下如果碰到的话就跟你们抱歉 我不晓得他有什么方法写 我们今天的十二个字里面有两三个字 非常的非常难 好 这个你用 好 下 好 这个呢 平带一点点斜就好 完了以后 继续走 点回贴 好 这个呢 要比他出去一点点 出去多少 不多啦 好 因为他是挡住的 你就贴住 好 提 好 贴 往下 好 你看我按这么多喔 好 微微的带上来 所以写这个就是两个经验啦 第一个要吃饱 你肚子饿没有办法 很奇怪 肚子饿写不起来 然后你写完 应该会喘 没有喘的就是 你那个力量没有下去 好 看一下喔 这个地方你看 我们就留了这个 千万不要在这边炒米粉 炒米粉如果这样的话 这一纳是没办法拉开喔 好 点 这止点 好 接下来 上去再下来就好 没有关系 不用太讲究 因为他这个慰碑 慰碑比较讲究自然 这个口比较接近约 但是是一个小约 提贴 这一笔 你看他完全没有弧度 是不是 这个角度就看你们了 我看一下 虽然他小笔画 我看一下 虽然他小笔画 不是硬硬的一个棒 然后过来 不是 他是 嗯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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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